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系列赛的首场比赛 熊鹿加时吸败 此番再战 字母哥必定会全力以赴 力争率队将总比分给扳平 不过霍福德在凯尔克人失去两大核心的情况之下 首场比赛打出全能表现 定然不会让熊鹿轻松翻盘 大战一触即发 比赛一开始 霍福德又来到禁区想要复制首场比赛的开局 不过没有得逞 好在杰伦积极补拦 玉军是首开先河 最后杰伦外线空位三分投进 熊鹿本场比赛的防守注定要被人诟别 字母哥与首场比赛不同的是 上来就在进攻端时大杀四方 面对老朋友贝恩斯 希腊怪兽嘴角露出迷之微笑 长距离后仰跳投让这位澳洲大汉头疼病又犯了 字母哥一顿操作猛如虎 不过防守太落伍 罗杰尔面前五米没人 三分稳稳投进 杰伦更是用一个变速上篮 广飞熊鹿所有人上演 轮比砸扣 不是小编爱啰嗦 熊鹿防守太没活儿 话音未落 霍福德将油门踩到底 一条龙持球快攻 熊鹿重将身后苦苦追赶 却只能误督霍福德爆扣上天 对 你没看错 这不是欧文 是霍福德 首节目面对老哥们门罗不好意思的基础犯规 字母哥暖心上眼磨投杀 这哥俩的表现充分彰显了我国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传统价值观 看来东方的神秘力量已经渗透到了美帝了 到了第二节比赛 面对落后两位数的尴尬处境 布朗蒂偷师塔伦卢 祭出字母哥一人强干的创新型战术 也亏了希腊怪兽今天的手感是出奇的好 这球是怎么扔怎么有 春秋快攻 过半军阻挡 轻输圆壁 雄武一波流追到锦诺后五分 首节被欺负了的贝恩斯重拾信心 罗奇亚虽然杀得猛不如我贝恩斯补篮土的准 结伦更是冲身体碾压对手 一次上篮不见没关系 把球补进最要紧 事实证明有一位漂亮的老婆并不是都会被挖空身体 他强吃字母哥翻身打二百命中 强硬表现一乎寻常 次节目 字母哥一个变相上篮 让莫里斯在球迷面前是很没有面子 于是 这个曾经上演过多次绝杀的哥们三分线外直接沿着字母哥 节目长一边在战塔图姆脚踩风火轮手拿火箭枪 在亨森眼巴巴的注视之下上篮得手 新来怪兽使出一招超级后撤步颜射霍福德 而绿军随即而来的就是一波进攻高潮 罗奇尔抛头得手之后 杰伦布朗抱着球闷头强杀内线也中 这还没完 杰伦敌脚了一记三分射进之后 雄鹿的落后来到了14分 都说雄鹿有天赋 我看防守没态度 被人一波追着打 这场不会凉凉吧 布罗格登踩现两次命中之后 特尔者露出了獠牙 拉筋看准老麦的特里 腿脚不方便 最后的3.5秒 他后场接球马不停蹄来到现场 就是一记三分 就在特里脚尖刚刚离地的同时 拉筋标进了这记压少的三分球 绿军精神太可怕 人人能战没当家 雄鹿老将经验足 面对此景没办法 到了最后一天 门罗面对救主可一点面子都不给留 背转身恍飞两人上篮得手 卡图姆躲过两人的防守上篮打进 老辣的不像一个星秀 随着门罗再次篮下高手命中之后 绿军的领先游士来到了18分 雄鹿这边可惜啊 米达尔顿还是延续我柯的打法 翻身严射杰伦 而自努柯卖着螃蟹布顶着霍夫德 怎么艰难怎么打 怎么难怎么进 好不容易将比分缩小到10分 莫里斯用一记天外飞仙飘一飘头 拿下两分 比赛末端杰伦一起打板三分运动之后 留给熊鹿的只剩下凉凉了 卡尔特人主场以120比106再胜熊鹿 总比分2比0领先 自务柯砍下30分九篮板八足弓的准三双数据 而本场比赛的最佳球员是杰伦布朗 他砍下生涯新高的30分 大领卡尔特人赢下比赛 双方将在北京时间的4月21号展开第三场较量 腾讯体育综合报道 双方向小华尔特人赢下降下来 双方向小华尔特人赢下来